我设计分享的概念 我在回想以前我们茶商有一个叫分享节 凉亭节分享节 我们茶商的凉亭以前几乎每一个凉亭都会挂芭蕉或者是香蕉 意味着就是只要到我们凉亭去做客这些任何人 外面的朋友他都可以采香蕉然后分享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一个分享的主题的时候 我就直接联想到这个芭蕉的这个概念这样子 那我所使用的材料除了用铁架之外 我还用了这个麻绳还有铁瓦 我要让那个芭蕉的那个线条把它弄出来这样子 其实未来这个地方也是会有一些座椅 然后可能适时的办活动的时候 可能这边会挂真的香蕉或者是芭蕉可以供我们的游客来取用 但是呢要使用这个这个香蕉之前 你可能还是要会学一句我们周主的这个这个分享的一句最最主要的一个话 感恩的话叫做如果你以后来这边看到这边有挂香蕉 你只要说一句我心喜悦 你就可以把那个香蕉采来吃 是这样子来吃